一齊跟我开箱这7盒在日本福岗机场买的手信礼盒 看看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这盒就是明太子翠片 我买的时候是小盒装 里面有14块的 一开包装袋的时候是有股香味的 看来整片都布满了明太子的粒粒 撕开这下的确感觉到是很脆的 试试一下的确真的很脆 这盒脆片我用了10分钟就已经吃完了 再开这盒就是朱古力 我自己觉得这盒送礼做手信都不错 独立包装圆圆细细细的朱古力片 它味道很好吃的朱古力 但也算不错了 再开这盒我好像在香港没见过 一盒8块是一块印有少少面的朱古力饼 小小块是挺好吃的 而且也不算很甜 不过不知道是日本太热还是香港太热 一开就溶了 之后就是一盒朱古力香蕉饼 一盒20块 吃下去香蕉味是超出的 完全是遮蓋了朱古力味 如果很喜欢吃香蕉味的东西 也一定很喜欢吃 接着开的是抹茶味年轮蛋糕 这个就是有点小失望的 因为香港有间獅子头那间的蛋糕店 他们也有买小小个独立包装的抹茶年轮蛋糕 我自己就觉得獅子头那间好吃 我这个在日本买的了 日本这个又不是不好吃的 但是没有什么抹茶味 像在吃一个没味的年轮蛋糕 所以大家在机场看到 可以自行决定买不买了 再开这个我觉得送来是最得看的了 黑色的盒旁边还有金色贴纸封边 一盒有9粒独立包装 金色的包装袋感觉有点高贵 包装得这么漂亮 那这盒是什么来的呢 类似是一些粟米片 再加上一些抹茶朱古力 这盒鸡鸡造型蛋糕 我见网上很多人都说很好吃的 而且很多人都会买来做手信 一盒就有12个 拿上手的蛋糕仔是有点重量的 我也是第一次买这盒鸡鸡造型的蛋糕 一起来开箱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 拿上手就感觉到蛋糕的外皮 是和蛋糕本身是分开的 鸡鸡造型的蛋糕的确是挺有趣的 撕开看看里面是怎样的 黄黄的不是香蕉 吃下去我觉得像普通的蛋糕仔